美颂舰从广州离开到香港 舰长毛雀飞却在香港 在两面五星旗上的美颂舰 那时候广州其实刚才撤手 我们上一集有讲到这个二爷 成根的第四兵团 追尖战也那时候还没开始 美颂舰它是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带着五星旗是想要开回去广州 根据毛福正的说法 在香港的某一天 他的大哥毛雀飞遇到了店里学校 他以前的学弟叫做杨昌伯 杨昌伯就怂恿说 要他的大哥把美颂舰 把他开回广州交给解放军 又给了五星旗 那他的大哥为什么会把他带回来呢 原因是因为前面有提到 就是美颂舰有很多的人想要回去 本来就已经有一群人逃跑 那留下来的人也有人想回去 因为他们没有去过台湾 所以他的大哥决定说 把舰上所有的人集合起来开会 询问说有没有人想走 要走的我给你入会 如果你要留下来 那就留下来 那如果说那天确定船都 大家都不来台湾 就把五星旗给挂起来 所以很多人想回家 就会像是我们第117级 贵军或白宗席的部队一样 一路走一路散 甚至到了这个边界的地方 还有人回头的 总之到了晚上 毛雀飞他就秘密召开了会议 找了轮机长谢恒 这位是青岛海啸的 还有枪炮官 凡兰班长 乙冠等等 可是毛雀飞他复列了 就是海军的电链派 还有青岛海啸之间的 一些微妙的关系 毛雀飞他是出身电链 却找了这些青岛系的干部来讨论 结果到了深夜的时候 青岛海啸的官兵就冲进了舰长室 只有看到这个毛雀飞的妻子 马建英没有见到毛雀飞 所以就冲进的观餐把毛雀飞给逮捕 毛福正伯伯说那天是20日的凌晨 他在餐餐内睡得很熟 有一位叫做圣公庆的鸡炮宗室 带着一批人把他给叫起来 说你们在搞叛变 这些人就把他给押出去 而且他们每个人都一把枪 把看不顺眼的也都全部都抓起来 那之后他们就全部都被押解到了前面的毛链舱 包括半夜的农机来 关到前面船头前面的毛链舱里面 没有灯 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 就这样的来到了左翼 只因为有人想要回家 所以他们准备要开会来飙去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动机 我们之前做过一集 就是在讲海军官校从厦门港 撤退到左翼的那一段 就是海军的白色恐怖历史 里面有提到就是说 长伯伯说是大好人的陈正夫少将 他有一本回忆录 他里面提到说毛雀飞是他的同学 彼此大家交往非常的密切 可是思想左倾 那广州失守之后 准备要把停泊在香港的美宋舰 带回广州 结果被艰山拒绝投共的官兵制服 毛雀飞与随行的家属 后来都被押解在台湾 海冠生塞满麻布袋 集体海报那一集 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 也就是说毛雀飞的同学 陈正夫他冒着危险 后来还出面替他同学的遗孀 跟子女做宝 争取送回大陆 可是他也认为毛雀飞 他其实思想左倾 所以暗示不是事出无因 那毛雀飞计划投共失败了 到了台湾之后他又发生什么事情 报纸那个时候登的很大的新闻 说有2000人到码头去迎接这些平变的英雄 而且说是堪称 看乱战史中极光辉的一页 那我们综合这些报纸千千后后的新闻 可以发现就是对于毛雀飞被制服的这一段 说法会有一点不同 官方的说法是轮机长谢衡 11月16日 见到了毛雀飞以枪炮官梁伟番 衣官彭竹秀等人就一起秘密开会 使他觉得有问题 因此趁着他们在舰展室开会的时候 冲了进去一碗打尽 包括舰展之内 后来总共有27人 这些报道还讲 机炮中式升庆空凭着他强健的体魄 夺下了机枪 所以才得以控制全局 那他们之后要把美松舰开回台湾 因为只有一个人略懂航行 而且不知道赶台航线 所以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才到了左翼 这些报道里面还给这两位做了一些小档案 说谢衡是35年考入了流英海军 后来又考入了青岛海军官校第二起 至于升庆空 他本来就是青岛人海军教导队出身的 这是因为我们稍微归纳一下 美宋舰这时候出现了两种版本 一个是毛雀飞他要找人去开会 结果找错人了 另外一种是报纸上面写的说 有人看到毛雀飞的举动 开始有点怪怪的 那他们就当机立断冲进会议室 去把所有人也制服 通常的说法是比较倾向于前面 认为毛雀飞找错人了 因为毛雀飞虽然是电链学校出身的 可是却找了在美宋舰属于少数派的山东人 你就是说如果毛雀飞当时找的是福建人 对 铭系 铭系的他就会比较有机会成功吗 我没有说 不过毛浮正说 小小的一艘美宋舰 可能大家真的都无法想象 上面的山东人跟福建人是完全的不讲话 完全的不互动 如果有任务 还需要要有人来中间作为传达 那福建人又比较多 当时是海军的主流 又受到了贵永青的打压 所以可能当然会比较有成功的几率 所以他们在同一艘船上面生死与共的兄弟 可是山东人看福建人却不讲话 那他们要怎么打仗 我也不知道 这个不是只有美宋舰才有的事情 那个时候在海军其他的舰艇 也有类似的情形 不过美宋舰时间既然发生了 海军总司令贵永青 他也利用了这个机会 加以宣传 就是对这些评判有功的官兵 给予很高的奖励 还动员了2000人去迎接 除此之外 报纸也突然间刊登了 1949年9月20日 投共的残制舰事件 这艘残制舰是重庆号事件之后 就是零湖舰马上就被英国给要了回去 残制舰那个时候算是 海军威力最强的军舰之一 结果在残江口外执行封锁任务 舰上潜伏的中共地下党 就把他给挟持就投共了 舰长湖近端殉职 海军舰队司令刘关凯 那个时候非常的生气 要求空军资源 还自己率级去征搜追炸 所以1949年9月24日 残制舰在南京燕子基这一带 因为被追炸的因素 就缓缓的制成 有一种说法是被炸成 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 海军那时候有严重的派系之声 跑掉的军舰也不少 美舟号当时也正在压解 被压解回台湾的过程中 那长制舰则则是被炸成 或者是他制程在长江里面 对不是每一艘投共的军舰 都涉及到派系问题 像美宋号其实是比较没有 像长制号就是非常典型 主要是因为受到重庆号的影响 桂永兴他加速的泛选 1949年长制舰的主要所有的军官 都泛成了电磊系还有倾倒系 不见的官兵就受到了压抑 后来这种情绪就越来越不满 到最后就开始转向的反抗 对于这段历史 老谭之前在第90期的时候 有帮我们分享过重庆号事件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回看一下 不过对这段历史 我比较个人有兴趣的是 当时在撤退理论上 都应该要去抢运物资货人员 怎么会有空船听流播在黄浦岛 没有去执行这些任务 最后又开到香港去载货 而就我所知 那个时候停泊在黄浦岛的 还有其他的军舰 也是一样空船开出 所以这也难怪 那个时候比如说 在遭尾美宋舰发生之前没有多久 比如像厦门的撤退 难怪那个时候会有那么多的人 在沙滩上面 没办法运送出来 好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